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用Argebra来词作给大家看咯 好的 首先呢 我们就把Argebra 这个软体呢 打开 打开之后呢 原来的样子会长这个样子 它原来呢 这边会有一个代数区 这边会有一个这个绘图区 好 那我们今天要利用的是这个 这个试算表 所以我们呢 在检视的地方呢 这边按一下试算表 把试算表打开 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个坐标 所以呢 我们再回来这个坐标的地方呢 来 我们按一下这个移动绘图区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绘图区 这边有一个三角形按一下 好 这边呢 有一个显示隐藏坐标走 好 我们按一下 让它这个消失 好 那这样子是我们今天要的这个界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有代数区 绘图区 试算表 跟输入下面的指令 好 我们第一个呢 要来做这个数字滑杆 从右边数来第二个 数字滑杆 这边按一下 好 按一下呢 我们在这里下面按一下 它会说 诶 你的名称 那我们名称选R 因为我们等下要这个放大缩小R倍嘛 对不对齁 好 也不能说放大缩小 就是说它的这个 诶 我们应该翻译叫C4 是不是 好 R倍 那我们最小呢 从0到1 好 所以0倍到1倍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 呃 往内说 好 我们增量让它小一点 哦 0.01 好 我们按确定 好 那这边就 你看哦 这边现在就有个R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定四个点 好 四个点在这里 新点的地方 按一下 好 我们定在这个 呃 格子线上 等下会比较准确 好 1 2 3 4 那我们尽量让它这个变正方形 等下会比较好观察 好 所以你看现在边长是 1 2 3 4 5 哦 这边是 1 2 3 4 好 我们就往上拉一点 5 好 1 2 3 4 5 好 这样子 这样就让A B C D 变成一个正方形 好 边长都是5了 好 OK 接下来呢 我们让它哦 跟这个点呢 要跟这个试算表有对应哦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A点去改名称 来 我们按一下右键 这边有个重新命名 我们就打一个A1 A1 这个1不要小写哦 就A1就好 确定 你看 它这边呢 你看哦 右边这边的A1 就会显现 A 这个它的坐标 好 一样的道理 这里呢 我们按右键 重新命名 好 B1 好 你看 也有了 对不对 按右键 好 重新命名 好 C1 也有了 好 这里按右键 重新命名 好 D1 好 确定也有 所以你看哦 我现在把 这个四个点呢 好 对应到这个 呃 四算表的A1 B1 C1跟D1的这个四格当中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让它 往内说 对不对 欸 往内说怎么做呢 来 我们要来开一个 这个指令了 好 我现在用一个这个 呃 祭司本 开指令 让这个老师同学 把 呃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咯 好的 我现在把这个指令呢 先打开 那我已经先打好了 这样我们等下直接 这个复制贴上 那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指令的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等下需要这个 Dilate D I L A T E 那当然了 你等下打这个 D I L A 它可能就会有出现了 那就直接 点一下它就会出现 好 那Dilate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 呃 我们翻译应该叫做 擴张或西式 欸 什么叫擴张西式 第一个呢 就是对象 好 就原本的对象 像原本对象是 原来A1的点 那我们要擴张或西式R倍 好 然后变成 呃 这个 呃 往这个中心点往B1 那就是说A1 扩 呃 对这个B1 呃 扩张或西式R倍 好 这样子 然后 形成的点叫做A2 好 你看哦 我把它这个复制 好 接下来呢 我这里呢 就按这个贴上 好 Ctrl V 好 你看哦 我按Enter 欸 它就有了 所以你看 现在是0倍嘛 0倍它会叠到一起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把它拉 我故意把它拉成这个 呃 0.5 就长这样 你看 就是A1呢 往B1的方向呢 扩张这个 呃 一半 就0.5倍 所以就会在它们的什么 中间 一样的道理哦 我现在呢 好 这个B2的点呢 也让它 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B1呢 好 往这个C1 好 扩张 好 那像我现在扩张R倍 好 得到B2 好 再来哦 好 再回来这里 好 那一样的道理 那C1呢 也是 好 那我就把它Ctrl V 好 这样你看就有C2了 好 最后一个咯 好 最后一个咯 好 最后一个咯 好 最后一个这样子 好 我这里复制 好 所以呢 我会得到这件事情 好 贴上 好 那你看 我这样四个点都有了 对不对 我这样四个点都有 诶 这样是不是很厉害啊 好的 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做哦 就是 你看我这个A2呢 要往这个 呃这个 什么 呃 B2再扩张 好 R倍 再乘A3这样下去 可是这样子也太累了 所以我要一直重复这样的步骤 好 那我们就回到试算表 所以 试算表在这里就发挥了功效哦 所以你看我把这个A2 B2 好 那用滑鼠左键 把它这样拖拉 好 让它变这个反 反蓝 这样 然后这边有一个点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弄到20就好了 我们就往下拉 好 它就会帮我们做完 就重复的动作 所以 试算表有个好处 你看 它重复动作 帮我们做完了 所以你看哦 我们现在你看 哇 你看 哦 是很漂亮啊 好 现在R倍 但R倍去控制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这样 所以 现在就有20组 点数了 这个样子 可是 我们还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 让它做这个连线 还是把它回0.5 这样 才不会有点小乱 我们还要做连线 那连线怎么办呢 于是乎 我们用到这个指令 我们用到多边线 那多边线记得哦 什么是多边线 就是把这些点连线连起来 那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 我们如果从A1出发 好 那然后呢 就 B1 C1 D1 要再连回A1 这样才连成一个正方形 好 我们要连线了 但是看起来是正方形 但是 我们不要用正方形 我们是用多边的这个线 然后 连出来的第一组 我们把它叫做E1 好 那我现在就把它这个复制 好 小心哦 Polyl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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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复制 来 我们这个贴上 Ctrl V 好 贴上之后 你看 它是不是把这个 四个点呢 这个A1 B1 C1 D1 给它连起来 然后把这个线呢 叫做E1 好 在这里 好 那我现在 回来四算表 把这个E1 你看它有20 它长度20 我们把它按一下 这个属性 好 我把它弄一下这个 颜色好了 我把它弄成红色 好 这样你看 弄成红色 好 这样或许来讲 比较 应该会比较漂亮 对不对 会比较漂亮 好 OK 那我把它关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连A2 B2 C2 D2 对不对 好 可是这样子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一样利用四算表 按一下 让它返蓝 这边有一个点 对不对 好 一样我们就把它怎么样 往下拉 拉到20就好了 好 你看 这样是不是连好了 哦 原来四算表的功能 是这个样子 好 它可以让点呢 对应到这个表格 然后呢 如果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 就要利用四算表来做 这样子 会快的许多 好 所以你看我们回来咯 所以当我们就控制这个 啊 你看 你们很漂亮 就出现了 很漂亮的这个 迭代的这个 迪回 这个线 跟点 就出现了 最后呢 我们只要藏一些这个 我们就是藏一些这个 点点 这个 这个点点好了 OK 来 那我们最后呢 再做一件事情咯 我们从这个A2 好 我们从A2这个点 到D2这个点 一直往下拉 好 这样 我们把它拉起来 旋起来 按右键 好 这个 属性 好 我们在一般的 地方呢 好 我们不要 显示名称啦 好 这样会比较漂亮 我们就显示 第一组的名称 剩下就不要显示了 好 把它关掉 好 我们再回来 你看 哦 当我控制这个R的地方 你看 就可以得到这么漂亮的图形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完成了这样的 试算表 对 这样的递回 这个折线的应用哦 好的呢 那我们今天的课后 学习单 要同学做一件事咯 我们刚是用Argebra 去做出这样的 叠套的 这个折线的图形 那请同学呢 哦 你就用这个 学习单 把它印下来 然后就画出A1 B1 C1 D1 正方形 每边是1哦 然后比3 它位置的点 就是A2 B2 C2 D2 连成正方形 做出5成 来同学那你请用这个 纸笔操作 好 试试看 等于说这边是1比3 1比3 1比3 这样子 OK 那这个第一个 好 连5成 好 那我们接下来问题是第一个 如果最外圈的边长是10的话 就是A1 B1它的两点距离是10 是正方形 是10的话 那前5成的正方形 这个边长是如何呢 哦 那前5成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总和又是如何呢 好 同学 那请你完成看看咯 好 老师做个提示咯 这个可能就要用这个Sigma 好 去做运算咯 好 祝同学学习愉快啦 来吧